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場次 然後今天要講的題目是 Modern Collegiate Script 然後在這裡想要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就是請問在場的朋友 沒有聽過 Collegiate Script 麻煩舉個手 哦 我本來以為都沒有人會舉手 結果大家真的很熱烈 然後接下來要問的是說 如果剛剛沒有舉手人 有聽過 但是沒有在實際情況中使用過的 可以舉個手嗎 有聽過 但是沒有實際使用過 好的 然後首先不免俗的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然後我喜歡看電視 是一個電視迷 然後喜歡看科幻小說 所以我也是一個科幻迷 然後我還是一個父親 目前以寫程式為生 好 自我介紹完畢就言歸正傳 什麼是Cloegiate Script呢 根據Cloegiate Script官網的說法 他說Cloegiate Script是一個將Cloegiate 轉譯或編譯成JavaScript的技術 那為什麼是Cloegiate或什麼是Cloegiate Cloegiate 它是一個LISP 它屬於LISP程式語言家族的一份子 然後它也是動態形別的程式語言 然後具有函數式程式語言的特徵 然後它還有不變性 就是說資料一旦建立之後 就不能輕易的被更改 還具有惰性求職的特色 然後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個技術在JVM上面的LISP程式語言 而Cloegiate Script呢 就是技術在JavaScript上面的Cloegiate程式語言 這位是Cloegiate的爸爸叫做Rich Hickey 他發明了JVM上面的LISP程式語言Cloegiate Cloegiate以及Cloegiate Script是屬於LISP家族的一員 是一種LISP方言 然後方言的意思是說他們外表長得很像 但是還是會有些微的不同 而這位老先生是John McCarthy 他是發明LISP程式語言的人 然後不同於現在的程式語言 然後那個LISP程式語言所使用的是前綴表示法 然後它和主流程式語言不太一樣的另外一點就是 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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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括號 然後一開始接觸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個這麼多括號會覺得很怪異 然後不適應 而當你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了解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是全世界最好的表達方式 你會發現會看到每個括號裡面都是I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那個Cloegiate程式語言長什麼樣子 因為Cloegiate採用前綴表示法 所以它的括號裡面的第一個位置都是韓式的名稱 像我們在前面三個例子看到是Ink,Map跟GetElementById都是韓式的名稱 然後最後一段則是示範如何定義一個韓式 然後有韓式的名稱叫Average 然後它的參數就是A跟B 然後還有函數的本體就是兩個AB相加然後再除以2 那為什麼要選擇要把Cloegiate轉譯或是編譯成JavaScript呢 因為現在JavaScript可以說是非常流行 然後使用人數也非常多 它既可以運行在很多的瀏覽器之上 然後也可以執行在Node.js上面 或是Oracle新的JavaScript Engine叫做Nation 也可以執行在這個環境上面 因此Cloegiate的父親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照片Ritch Hickey 他說他為什麼要做CloegiateScript呢 他說因為Cloegiate太棒了 而且JavaScript可以帶領我們延伸到不同的領域 所以接下來我會分成兩個部分介紹CloegiateScript 分別是例以及美 然後首先要講的是CloegiateScript的美 也就是它的語法以及它的特性 CloegiateScript跟其他的程式語言一樣 它擁有豐富的資料型態 第一個是數字 它跟其他的程式語言一樣 有整數 鋪墊數 還有指數 然後再來是Keyword 關鍵字 就是在名稱前面加上冒號就是關鍵字 然後它代表了他自己 也就是說他求職的時候 就是返回的職就是他自己 然後常常跟Map 也就是印射搭配使用 然後會拿來當作鎖引鍵 而符號Symbol 它用來代表它所指向的職 然後它可以指向數字 字串 集合 或是函式 在CloegiateScript當中呢 使用連字號-來命名很長的數字 當作分隔是很常見的命名方式 跟其他程式語言用底線的意思是一樣的 然後接下來是List 列表 是CloegiateScript當中非常常見的資料型態 用彈引號加上兩個括號組合而成 如果沒有加上彈引號就 像我們剛剛看過的是 會被當成是韓式呼叫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CloegiateScript程式碼其實就是列表的組合 而向量Vector它的功能跟List 列表非常類似 只是它的存學效能會比List 還要好 然後Map 映射 在其他程式語言可能會叫做Hash 啊 Object 或是Associative Array 它是以限值對應資料的方式存對的存放在Map裡面 韓式 那既然我們剛剛講過CloegiateScript 是一個函數式的程式語言 所以韓式它自然不能缺席 韓式由括號還有裡面的元素組合而成 括號的第一個元素就是要呼叫的韓式 然後其他就是它的參數 我們前面兩個範例它示範了如何將數字加1 然後還有就是如何將一連串數字連加起來 然後第三個範例就是可以看到它定義了一個叫做 匿名韓式就是一個沒有名字的韓式 然後定義完之後就馬上開始使用 然後第四個範例則是用名字跟匿名韓式結合起來 一旦結合起來之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名字來呼叫 剛剛定義的匿名韓式 然後最後一個範例就是CloegiateScript正統的定義韓式的方式 有韓式的名稱Square 還有它的韓式的說明文件說明文字 然後再來是它的參數 就是那個X 以及它的韓式的本體就是X相乘起來 在可以定義韓式還有使用韓式之外 韓式其實也可以像西木一樣 可以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新的韓式 使用名字叫做CompComp的韓式 可以組合成新的韓式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它將String跟加號這兩個韓式組合成一個新的韓式 然後第二個範例就是示範了怎麼樣使用這個韓式 它的執行順序是由又自作 所以它會先將三個八加起來 然後再轉成字串 然後第二個範例就是它介紹了一個新的韓式 就是它把組成了一個判斷非0的韓式 然後丟給Filter這個韓式來使用 那第四個例子則是組成了計算元素的個數的韓式 再加上Filter 然後之後可以跟判斷基數的韓式搭配使用 然後最後一個例子則是它會先將向量反轉 然後反轉之後再取第二個元素 所以它的結果會是7 接下來介紹的是顆粒化 然後它的意思是說呢 我們要將一個有多個參數的韓式 簡化為只有一個參數的韓式 然後透過Portial這個內建的韓式 我們可以讓一個原先需要很多參數的韓式 然後會形成一個只需要一個參數的韓式 然後等待你要使用的時候 再依序把它補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Hundred Times 它會先乘上100 或是Times 它會把時候的參數相乘起來 Mekro 聚集 雖然我很不想要聚集這個中文名字 但是好像中文世界都是這樣子翻譯的 然後它可以說是 Nisp家族程式語言當中最神秘的功能 不過現在已經有一些程式語言 已經有加入了Mekro的功能 比方說Rust或是Alysia 然後有人是這麼講的 Lisp是一個可以程式化的程式語言 在非Lisp程式語言當中 程式的運行過程是這樣的 首先我們輸入程式碼1加2乘3 然後經過Parser跟Laser解析之後 成為一顆語法樹 然後這個語法樹呢 在經過求職運算之後 會得到結果 那在這個運行的過程當中呢 非Lisp程式語言 它是這個語法樹是無法讓程式可以修改的 而在closure script或是closure當中 這個語法樹是可以讓使用者改動的 然後改動的方式就是使用Mekro 想像一下現在你希望你的程式語言 新增一個新的語法 在非Lisp程式語言當中 你只能等待語言委員會的每個委員 然後經過曠日費時的討論之後呢 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作 最後出現在新版的程式語言當中 比如說Java 1.5 它為了增強Fall loop的功能 所以提出了JSR201草案 然後從提出到完成 總共花費了18個月 但是如果我們使用closure或closure script 這些事情完全可以跳過 你想要新的語法或新的功能的話 那就捲起袖子自己幹 例如現在程式語言當中 沒有unless這個語法 然後unless這個語法 它的作用就是說 當判斷式為假的時候 它會執行一段程式 也就是if的相反 那怎麼辦呢 就使用macbook自己寫一個 或是寫closure寫一寫 覺得前綴表示法寫得有點厭倦 我想要把它改成一般大家在用的中綴表示法 怎麼辦呢 你只要使用infix這個macbook 就可以達成 好 原來程式infix1加2 它經過reader轉換成語法術之後呢 現在轉換後的這顆語法術 它還是中綴表示法 那由於closure或closure script 它最後還是需要前綴表示法 所以現在這顆語法術還是不合法的 沒有辦法正常被執行 所以經過macbookexpander來處理之後呢 中綴表示法就會被改成後綴表示法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合法的語法術之後 它才可以丟到那個求職器之後 正常求職取得答案 所以經由macbook可以讓我們打造自己的語法 然後根據自己的需求 不用再等待漫長的決議 不變性 另一個closure script內建的特色 然後不需要引入額外的套件 比方說immutablejs之類的 在closure script當中 所有資料型態都是不可變的 也就是說當你一旦定義之後 就不可以更改 對他說更改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資料型態 然後舊的就會保持不變 這邊看到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定義一個vector 叫做numbers 內容是123 然後我們使用conjunction 然後像numbers裡面加入一個新的元素 可以看到最後numbers的內容 還是跟原來保持一樣 而產生一個新的向量 裡面有新的元素 不變性會讓你的程式更簡單 然後更不會出錯 再也不用煩惱究竟是哪一段程式 莫名其妙修改的狀態 在closure script當中 大部分的序列操作都是 惰性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真的需要結果 它並不會真的下去運算 以這個例子來講 我們先定義了一個名叫做numbers的序列 然後它的內容是 每一個數字都是它前面一個數字加1 然後它是無限的 接下來我們再定義一個新的序列 叫做squared 它的內容是前面講的numbers的內容的平方 然後直到squared那一行 numbers跟squared 並沒有真的運算 直到最後一行 我們想要取得前面五個元素之後 closure script才會真的下去運算 然後取得前面五個元素給你 惰性求職或是惰性序列 它可以讓我們很簡單的表達 無限的概念 比如說無限列表 就像我們這邊看到的兩個例子一樣 或是讀取非常龐大的資料 然後在必要的時候 才會真的讀取資料到記憶體裡 互動是開發 或是另外一個名稱叫做reple reple reple reple就是read evaluate print 跟loop的縮寫簡稱 就是讀取程式碼 然後解析 然後再把結果顯示出來的一連串的循環 它可以讓你快速的驗證想法 測試程式碼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在java中使用reple 來加速開發的話 下一場演講會告訴你更多 所以有興趣的人可以留下來聽下一場 我們來看個實際的例子 首先我們先輸入一連串命令 然後啟動closure script的reple 然後啟動成功之後會有一個提示符號 等待我們輸入東西 除了出現提示符號之外呢 它會開啟一個預設的瀏覽器頁面 當這個瀏覽器頁面成功開啟之後 reple跟瀏覽器就連接起來了 你可以在reple裡面輸入你想要測試的程式碼 然後這些程式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 驗證你的想法 然後測試某個韓式到底結果對不對之類的 然後等到你驗證成功之後呢 把這些程式碼放到你的原始碼檔案裡面 然後有句話是這樣講的 邊開火邊移動 在reple裡面輸入的程式碼呢 也會在剛剛已經開啟的瀏覽器頁面生效 當我們在reple裡面輸入JSAlert的時候 瀏覽器頁面就會出現對應的訊息對話框 再來介紹的是CoreAsync CoreAsync是基於CSP而開發的一個韓式庫 然後CSP呢是土靈獎得主 也是快速排序法的發明人 Tony Hoell爵士 他提出的一個非同步通訊的模式 然後他不是Clojure或ClojureScript內建的語言特色 而是以韓式庫的方式提供的 然後他是基於Channel的通訊方式 如果各位有寫過Go的話 他就是Go裡面的那個Channel 然後他的使作方式是以Maker的方式來使作的 Channel呢就像是一個輸送袋 你可以在上面放東西 也可以在上面把東西拿走 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使用了Channel 含式建立一個新的Channel 然後首先我們想要取得Channel裡面的東西 那因為現在還沒有東西在Channel裡面 所以呢他不會有那個GOTAVALUE的訊息出現 然後直到我們在Channel裡面放上42 這個GOTAVALUE這個訊息才會產生 在CodeAsync裡面除了使用Channel作為傳遞訊息的媒介之外呢 還可以使用GoBlock 然後建立輕量級的執行序 尤其是在JavaScript這種只有單一執行序的環境裡面 使用GoBlock可以讓你更容易完成並行的功能 這邊舉出的範例是有兩個GoBlock 然後第一個GoBlock它會依序把資料放到Channel裡 就是那個C 然後第二個GoBlock則會依序的從Channel裡面把資料取出來 所以使用CodeAsync這個實作CSP的CodeScript Library 會讓你的平行程式更容易寫 更容易理解 由於CodeAsync是寄生在JavaScript環境當中 所以自然會有要跟JavaScript環境互通的需求 然後這邊顯示了JavaScript跟CodeAsync的對照 左邊是CodeAsync,右邊是JavaScript 然後第一段示範的就是如何呼叫原生環境的函式 比方說AlertR或是ConsoleLog等等 然後第二段則是示範的就是如何取用元素屬性的方法 比如說點一痕innerHTML或是使用aget來取得元素屬性 然後第三段就是示範如何修改元素屬性的方式 比如說使用set金碳號或是aset 然後最後一段就是示範如何用js-object 然後建立原生的物件 接下來講的是CodeAsync的力 強而有力的工具 首先介紹的是Google Clojure Tools Google Clojure Tools 其中有Clojure Compiler 它可以編譯高效的JavaScript程式碼 也具有minification 還有tree shaking的功能 可以更好的壓縮程式碼 還有把已經沒有用的程式移除 除了Clojure Compiler之外呢 還有Clojure的Library 它經過良好的測試 然後模組化 提供各種功能 而且支援各家瀏覽器 然後還有國際大廠的認證 然後包括Gmail啦 Google Map啦 或是Google Doc 都有在使用 品質有保證 然後更重要的是它是Clojure Script的基礎 藉由Google Clojure Tools的幫助 Clojure Script的程式碼 它可以跑得更快 體積更小 性能更好 我們來看一下使用Clojure Library的範例 然後這個例子當中呢 就使用了Dome的Gate Element 含是取得Body這個元素 然後下一個範例是使用Date這個命名空間裡面的Gate Number of Days in Months 這個韓式區的10月的天書 那我寫那個9不是因為寫錯 而是它是從0開始算的 然後再來就是 示範的如何監聽Document這個元素上面的點擊事件 然後最後一個翻譯則是 示範了如何使用Clojure Library的Promise 然後建立這個Promise物件 接下來介紹的是FigWheel FigWheel是一個可以幫助你編譯Clojure Script的程式碼 以及可以即時載入修改過程式的工具 然後這個畫面是使用FigWheel開發的時候 提供給開發者一個立即還有明顯的儲錯訊息 那具有幾樣特色 FigWheel可以在修改程式碼之後呢 重新載入已經編好的程式 然後有靜態檔案伺服器的功能 然後CSS修改之後也可以立即載入 然後還具備我們剛剛看到的明顯清楚的儲錯抬頭顯示器 然後程式出現 在編譯的時候出現Warning的時候 它也不會載入 讓你的系統更穩定 DevCars DevCars是一個將你的UI元件以互動的方式呈現的工具 裡面的每一張卡片都是一段你的程式 或是一組你的UI元件 它具有幾個特色 它可以讓你以互動的方式測試UI元件 或是以不同的命名空間 將你的元件分類清楚而不混亂 也可以讓你測試UI的不同狀態 可以這麼說DevCars是視覺化的reple 如果有在使用re-adgress的人 可能會知道有一套工具叫做storybook 它的概念跟DevCars類似 也是用互動的方式測試原件的不同狀態 但是我們剛剛提過的DevCars 比storybook出現的還要早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嗎 接下來介紹的是shadowcl.js 在還沒有shadowcl.js出現之前 編譯closure script需要的設定 還有如果你想要使用common.js 或是ES6模組非常不方便 自從shadowcl.js誕生之後 這些困難就大大的降低了 然後shadowcl.js它就像前面介紹的工具一樣 具有動態載入 closure script以及CSS的功能 然後也提供了closure script的reple 它讓你可以使用透過npm安裝的模組 然後預設設定則可以讓你很快就可以上工 這些工具讓我想到Brad Victor他的演講 Inventing on Principles 他在演講當中他說他的原則是 創造者必須要與他的創造物有立即的連結 也就是說創造者必須要可以立即看到 他所創作的東西如何變化 而他的發明呢就是基於這些原則之上 編輯器 許多編輯器都支援project script 有emax vim integra.j atom subline 還有vscode 都各自有讓你可以很輕鬆寫closure script的套件或是外掛 然後現在前端有三大框架 分別是react angular以及view 然後在目前在closure script當中 唯一且支援最多的是react 如果想要用angular或view的話就非常抱歉 有三個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三種介面 他可以讓closure script跟react連接起來 分別是ohm reagent 跟rom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closure script來開發app 不管是使用closure script開發桌面應用程式 或是用electron來開發桌面應用程式 或是利用closure script跟react native來開發手機應用程式 都是可以的 感謝javascript的五眼佛界 或許您知道最近oracle jdk 新的授權有些改變 那由於closure script是使用java實作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對新的授權有些疑慮 所以我們還有openjdk可以使用 但是沒有了jvm closure script到底行不行得通呢 在這邊介紹兩個不需要jvm的closure script獨立執行環境 首先介紹的是lumo 是一個可以跑在node.js上面的單獨執行環境 可以透過npm或是homebrew來安裝 也可以直接透過 可以直接使用npm安裝的模組 另外一個是plank plank是目前在closure script社群 很活躍的開發者migfax 當初在iOS上面想要執行closure script的成果 如今也是一個獨立的環境 可以在macOS或linux上面直接執行closure script 可以用來使用closure script寫腳本 非常的方便 好用 然後經過這個一趟旅程之後呢 我們了解到使用closure script的種種好處 在前端你可以使用closure script 在後端可以使用closure 同一段程式兩邊都可以共用 好這種在前端後端還有手機端 都執行同一種程式嘛 以前被叫做isomorphic 好現在叫做universal 好在結束之前宣傳一下closure台灣社群 我們有網站 然後臉書還有telegram 然後這是qr code 大家可以掃一下 好歡迎對closure lisp scheme 或是其他lisp家族城市語言有興趣的朋友 加入我們跟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可能有人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既然closure script是轉譯成javascript 那為什麼還要寫closure script 而不直接寫javascript呢 我有一段話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是許容哲的書小說課裡面的一段 他說聰慧的讀者選擇好的折磨 平庸的讀者選擇壞的折磨 你的選擇是哪一個 好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你好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就是這種lisp家族的語言要怎麼去遵守 那種arrow handling的原則 arrow handling的原則 它在closure script裡面 它有try-catch 所以它使用方式其實跟java類似 也有try-catch跟vinyl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closure script 以及整個closure的話 它有靜態定型的一個開發方式嗎 那closure的話 它這個語言本身有支援對continuation的控制機制嗎 首先第一個你要如果靜態類型的話 有一套韓式谷叫做core type 可以研究一下 它就是可以讓你定義參數的形態 然後continuation的話 因為這些語言特性都是可以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continuation的功能的話 就自己動手 還有問題嗎 那還有什麼問題的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再次掌聲謝謝張哲